我们昨天文献十字报特别为大家播出叫做竹冰之旅 一位著名的国际摄影师在过去四年到六年时间 分别以摄影跟电影的方式拍摄了各地冰川笑容的状况 而极端气候的变化本来呢在六月的时候 我们才刚刚踏进了夏天 通常热浪应该要到八月的时候才出现 可是我们才刚一脚踏到六月 结果热浪就一面而来 现在在北欧这个已经很靠近极地的地方 当地的气温是29度 而北京呢好几天在白天的时候 都有如黑夜 也就是白昼如黑夜 因为暴风雨不停 那么各地的非常多的奇怪的气候状况 只是不断地在警告提醒我们 你要忽略气候变迁多久呢 近来孟加拉海边气氛有些焦躁 不只是因为24个欧洲科学机构花四年进行的 Ice to Sea计划公开提出预警 说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到2100年时会达到两公尺 届时南亚孟加拉到北美佛罗里达大片土地将全数淹没 且海边村落也将无水可用 专家预言百年后的噩梦 其实早就是孟加拉妇女当下的真实 生活用水每天得徒步两公里去取 但该保持距离的海洋却如入无人之境一天天紧逼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When I was young the water never came up this far It never came up behind my house We used to be able to plow the land But we can't do that anymore 孟加拉人在这两年特别有危机感 因为越来越多道路被淹没 土地炎化 就算堆沙包也不足以防范海水入侵 这是地球的真相 用气候意象铺田盖地要人类聚焦 先看北欧惊吓迎来罕见高温 让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民众 纷纷走出家门享受泄水乐 毕竟29度的高温 对接近极地的人宛若天赐大利 甚至距离北极圈不到200公里的 瑞典沿海城市 气温也来到摄氏26度 民众忙着替身除降温 否则就会夺命 印度也正面临史上最大热浪 连续两个月破40度的高温 已经有超过500人中暑死亡 孩子们被迫冒险在9到12米深 接近干涸的井边爬上爬下 只为了获取井底采源的藏水 高温干旱外加水资源短缺 让印度多处面临困境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声音 指印度想追赶中国至少需要一万年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 北京14号天色一暗 突然降下暴雨 瞬间白昼如黑夜 整整一小时得靠车灯 才能看清前路 延庆昌平 匡风肆虐 甚至落下硬币大小的冰雹 这几乎让人有种世界末日的错觉 极端气候正改写你我生活 翻开历史信业 而龙卷风继续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里头 肆虐美国 虽然没有前一阵子 在欧卡拉厚马州的龙卷风 来得那么激烈 但是龙卷风仍然持续在美国 那么在当时追风的几个龙卷风 我们称之为叫龙卷风追风人 最近上升 当龙卷风就在眼前 你得加快车速到每小时145公里 来得及吗 五黑旋风追上来了 这天 五月的最后一天 周末前 才刚被强烈龙卷风 蹂躏的奥卡拉厚马州 再度和龙卷风正面冲击 天幕被乌黑巨龙盘踞 而且龙卷风触地后一度一分为二 连续两天多达五个龙卷风 袭击奥卡拉厚马州 而且地点又是莫尔镇 尽管美国气象区再度将强度 上修到最强的眼外级 却阻挡不了试图追风拍摄的人 无情龙卷风甚至将追风者 连人带车卷上天空 结果造成三名追风者死亡 其中包括美国探索频道的气象学明星 萨玛拉斯和他的儿子 他曾是有史以来 首次捕捉到龙卷风内部的专家 三人所乘的车辆碎片 散落至八百公尺外 但车上只有一具遗体 加上龙卷风带来的蚝雨 造成灾区恶水泛滥 许多人一不小心活遭冲走 甚至水火不容 便行屡屡走火爆出火化 龙卷风四溜两天 造成至少十八人死亡 多数的无辜生命遭淹水致死 累积多少天命回忆的家 全变成没有屋顶的残破之地 短短两周遭逢两场 奥克拉赫马州史上最强的龙卷风袭击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四十人 refuse to be a victim 我们可能得面对一个现实 未来的风灾将越来越强 越发不可一测 2011年4月 美国州南部爆出 实无前例的连续三天 达243起龙卷风的记录 一周后美国州南部连续两天 遭三十起龙卷风袭击 最怪异的是龙卷风的鬼魅突变 龙卷风突然一分为三 而且横扫长达14公里 最异常少见的 则发生在今年5月 奥克拉赫马州遭遇 直径3.2公里以上 风速达320公里 等于是一般龙卷风风速 成为三倍的恶魔龙卷风 惊恐的孩子们只能尖叫 一口火吞莫尔镇的死神 将上百民众活压在瓦砾堆下 酿下24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的悲剧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龙卷风 气象专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和气候暖晃有关吗 每年的4到6月 是龙卷风最容易发生的时候 美国在2011年出现将近 1700个龙卷风 553人丧命 民调显示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全球暖化惹的祸 但是学者对这一点 仍不定论 因为龙卷风来无影 去无踪 难以定点追索 而且出现的范围 也难以局限研究 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世界 在越来越难以预测的 自然力量前 瞬间能成废墟 文件事 从这个礼拜开始 为大家推出 普利兹奖的特别专题 今天为大家播出的 这一张照片 叫做生之文 它的时间是发生在 1967年的7月17号 当时整个佛罗里达 在7月份的时候 进入了酷暑的状况 所以全佛罗里达州的冷气 都嗡嗡作响 于是电力系统 招架不住 供电中断 这个时候 有一些工人 电力公司的工人 就开始上了电线杆 于是摄影记者 拍到了这么一张照片 他说他听到尖叫声 抬头一看 有一个人倒选着 天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着另外一个县务员 就触电了 4160伏特的高压电 由深系的安全带 支撑着倒吊于电杆 他马上拍了一张 然后另外一个县务员 川普森就跑向电杆 那么他马上就上去 直接的对于他实施 人工呼吸的救援 称之为叫生之文 也记录了在那个 非常酷暑的时刻 有一个人 他如何勇敢的 把一位电力公司的人 从电线杆上的高压电上 同时抢救下来 这就生之文的普利兹奖 1968年普利兹奖的得主